大家好,我是奥白 距离美国商务部 针对华为的第三人禁令 已经半年时间过去了 作为一家以销售科技硬件为主的公司 华为旗下的产品 从手机、基站、服务器到物联网设备 应该来说 无不例外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最近我在看一本书 约翰·加迪斯的《论大战略》 约翰·加迪斯是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 书的一开头就提到了 著名哲学家塞亚·伯林的一个隐喻 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而狐狸知道许多小事 约翰·加迪斯提出 我们每个人、每个公司 在做决策的时候 往往都会陷入刺猬思维 与狐狸思维的两难 世界上就像刺猬一样 坚持做好一件事情的人 同时也有像狐狸一样 根据周围环境的一个变化 迅速做出改变的人 而具有多元化思维 目标与能力达到平衡 是一家具备大战略的公司 应该具备的数字 对于成立30多年的华为 2021年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机遇与挑战并存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来思考一下 未来几年华为可能的 发展的大战略 Bibble Talk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摆成明白 首先 第一点 华为将从硬件制造商 快速地向软件提供商转型 华为的主要竞争对手 将从三星、苹果转向 谷歌、微软、亚马逊 鸿蒙OS加上HMS的底座 成为了整个战略的核心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最新的统计显示 华为已经拥有了180万开发者 HMS集成了9.6万个应用 活跃用户达到了4.9亿 应用累积分发量达到了2610亿 在总体的一个体量上 已经拥有了与谷歌、苹果生态 抗衡的能力 尽管如此 国内主流手机厂商 是否会采用 鸿蒙OS以及鸿蒙生态方面 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 华为如何在未来几年 实现全场景 大一统的生态 真正地成为与iOS、安卓 抗衡的全球第三大生态系统 是目前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 也是必须做到的事情 截至2019年底 全球五大操作系统分别是 安卓的39% Windows的35% iOS的3.87% MacOS的5.92% 和Linux的0.77% 预计手机鸿蒙OS正式版 最快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 华为自有的装机设备 大概是在1亿台左右 第三方装机量也是超过1亿台左右 2021年 鸿蒙OS能否全面的快速的搭载 将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对一个基础操作系统生态而言 四占率就意味着生存的土壤 四占率就意味着存亡 只有四占率能够快速的起来 鸿蒙Centai 才能有一个持续的吸收开发者 吸收合作伙伴的一个能力 除了华为HMS 已经覆盖的其他领域 大家很快也能看到 华为推出的搜索引擎 包括更加完善的HMS的衍生产品 总结来说 比谷歌更谷歌 我想是未来几年 华为会走出的一步 第二点 我认为 华为在终端领域的研究不会停 但是也不会成为重点 其实 我一直在关心 华为在合作伙伴层面的一个进展 众所周知 在智能手机领域 iOS 独树一字 自建自用 安卓虽然是开源 但是谷歌在自家生态的一个护城河上打造 其实从来没有含糊过 合作伙伴 之所以采用谷歌的安卓系统以及生态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是因为谷歌本身不做手机 所谓每年发布的谷歌Pixel手机 都为象征意义为主 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产品 销量方面 基本上不会对主流的智能手机厂商 产生一个实质上的威胁 但是华为不同 虽然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但是华为做手机的实力 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 老虎被关在笼子里面 依然是一只猛虎 这无疑是其他主流手机厂商 最为忌惮的地方 鸿蒙OSA作为一只新军 无论是在APP的数量和质量方面 与安卓生态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何让其他主流手机厂商 采用鸿蒙OSA 是现阶段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 能够让国内的合作伙伴 做到心甘情愿 真正的展开合作 真正的开始抱团 另一方面 能够吸引来自全球的 一个合作伙伴的加入 毕竟 HMS的最终目标 是要在全球市场 能够与GMS展开正面的对抗 那么可以确定 从正确的战略角度来说 未来华为手机 会更多的成为一个 象征性的一个产物 包括华为最近要发布的 Mate X2 以及之后发布的P50 都会如此 我们都知道 研发是有一个相对的周期的 目前已经开始的项目 肯定会是继续的 简单来说就是 好新 好屏幕 好价格 华为手机未来 可能成为一个 类似奢侈品一样的存在 用有限的芯片 无限地延续 手机业务的一个生命周期 第三点 华为云业务将会成为重中之重 我一直认为 华为过去几年 做过最大的一个战略失误 就是错过了云业务的 发展的最佳时期 华为云业务的发展 可以说是 起了一个大早 赶了一个晚级 在2010年左右 国内阿里飞天系统率先上线 在2013年全球Top10 公有员ES服务商中 国内只有阿里一家入围 而2018年头部的公有云中 全球十大品牌 阿里云 腾讯云 中国电信 金山云 上榜的十家中国企业 依然没有华为云的身影 从2016年开始 中国市场就已经成为了 仅次于美国市场的 全球第二大公有云ES市场 仅就国内市场而言 2018年中国公有云市场 比2017年同期增长了86.1% 相较于全球市场45%的平均增数 中国云服务市场的发展 可谓是一记绝成 不得不说 华为云业务的滞后 是现实 追赶也是必须 由于在云业务方面 过于谨慎 错失了大好的机会 导致真正开始做云业务 大概是在2017年 2018年 追赶了4年 目前差不多和腾讯云一样 大概是在15%左右的市占率 2021年 华为云超过腾讯云 做到国内第二 应该是不出问题的 但是离2017年定下的 三年内超过阿里云 成为世界上五朵云之一的目标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云服对于目前华为来说有多重要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 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很火的一个话题 就是华为智能养猪 其实华为养猪 就是一种AI技术和云服务的一个体现 所谓的智能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本质上 就是一台装有轮子的高性能的计算机 它通过大量的传感器来收集数据 为了使得这些车辆 能够安全地可靠地运行 它们需要立即地对周围的环境 做出反应 其实 自动驾驶和自动养猪是一个道理 车子遇到红灯要停 猪儿遇到护栏要放行 这些其实都是边缘计算能力的体现 所谓边缘计算 很多人不理解 所谓边缘计算 简单来说就是 把云的威力下沉到设备 做到实时的响应 分析和行动能力 尤其是在网络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这就是简单的边缘计算 在未来 通过云计算 将自动设备连接互联网 来进行一个综合的操作过程 会逐渐成为一个 越来越主流的一个趋势 可以说 谁掌握了云 就掌握了未来 去年 于成东兼任了华为云 与计算BG总裁 于总挑起的 一直都是华为的重担 于总 也是华为最能打的一名大将 这意味着 华为接下来 将直接与微软 亚马逊 阿里等 在云业务方面 展开全面的 正面的一个竞争 接下来 我们再来聊聊芯片 或者说 华为缺心的一个情况 拜登上台 其实我们不要去期盼 不用抱有幻想 在芯片领域 华为能够获得 最先进制程的芯片 可能在低端芯片领域 获得一定的许可证 但是全面放开商用芯片的代工 我个人觉得可能性是并不大的 之前 华为海思 在芯片设计领域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芯片制造 并不是华为一家 就能够解决得了的 这是一个投入建校机场 资金需求量非常大的行业 需要产业链上 各方力量团结一致 群测群力 甚至包括产学研 通力合作 才能打通芯片制造的每个环节 华为目前 只能去等待集成电路芯片制造 国产化的过程 进行一定的参与 甚至是整合 至于华为 会不会走IDM模式 我个人觉得是会的 我之前的节目 就详细介绍过 IDM和Fablish各自的优势和缺点 但是 真正要走成IDM 未来还是存在巨大的挑战的 芯片设计的内容 其实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 华为海斯成功的占有了 高通的部分份额 但是 晶圆制造 封测领域的市场 其实相对来说 是趋于保守和稳定的 晶圆制造工厂 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材料 比如说光刻胶 靶材 特种气体等等 这些材料 大部分都来自于 国外的资本雄厚的 大型化工企业 比如说 杜邦 霍利维尔等等 至于芯片设备方面 同样被全球几家大的公司垄断 包括美国的AMAT 荷南的ASML 国外五家公司 占据了全球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国产设备制造商的份额 目前并不大 未来 华为IDM之路 能否快速的搭建 其实 取决于国产办理设备 以及办理材料供应商的 通力合作 最后 我们再来聊聊 华为智能汽车布局 关于华为汽车业务 最近 我做了好几期节目 依然还有很多朋友认为 华为在汽车领域 没有什么实力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华为目前的组织架构 目前 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PU 已经在去年11月份 进行了调整 直接由于成栋进行管理 员工总数达到了4000人 目前 华为的产品 已经有成熟的 ADS自动驾驶全站解决方案 包括 做通讯终端和边缘计算的 完全自主产权的 VIX芯片 包括在核心的三电方面 华为已经拥有多形态电区 充电模块 转向自动的产品了 包括在电池方面 虽然华为暂时 没有涉及电芯的环节 但是在BMS 也有一定的成绩 根据整体的经营原则推测 华为芯片 会以供应内部智能汽车为主 就像手机一样 芯片会成为汽车的一个卖点 也会成为 差异化竞争的一个特点 简单说 华为进军汽车行业的 决心和力度是非常大的 目前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绝对不是很多人认为的PPT的阶段 在很多领域 包括激光雷达 包括智能联网 包括VDC的硬件 华为还是很能打的 华为自2019年4月 宣布正式进军智能联网汽车行业 一直明确定位是T1 不造车 2020年11月25日 任总签发的 关于智能汽车 部件业务管理的决议 再一次重申 华为不造整车 而聚焦ITC技术 帮助车企造好车 但是我要强调 这份文件的有效期是三年 是的 从2020年11月25日 到2023年11月25日 这个阶段 这个期间 华为不造车 总结一下 我要强调 今天的视频里面的很多想法 都是我纯个人的一些看法 其中展示的信息 都是公开的 以报道的一些信息 最后 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怀疑 华为似乎现在什么都在做 手机 汽车 云 物联网 生长 是养猪 挖矿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这些都是基于ITC技术下 不同应用场景而已 归根结底 华为依然是一家 以技术为主 以技术为本 以5G技术 通信技术为底层的一家 科技公司 作为科技频道的博主 我肯定是希望 中国科技公司的这面旗子 在未来 更加的坚挺和强大 我是老白 我们把复杂的事情发成明白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展开更多讨论 最后 记得给我点赞 拜拜